今天来分享一个3D打印切片的小技巧 我现在正在打印大力神杯 可以看到整体打印的效果都相当的完美 但是我们再靠近看一下 可以看到模型这里有很多小斑点 这个小斑点非常影响观感 特别是我们使用丝绸材料打印的时候 小斑点会更加的明显 这个小斑点它其实叫接缝 我们FDM3D打印机是将线材进行融化 然后一圈圈打印在我们的平台上 它每上升一层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小接缝 也就是这个小斑点 为了更好的隐藏这个小斑点 我们需要去切片软件里面进行设置 我们打开切片软件 将大力神杯的模型拖入进来 拖入进来之后 我们移动到右下角 将这个缩放比例因子改到合适的尺寸 我使用的是55%的尺寸 然后我们点击打印设置 在这里我们需要点中右上角的专家模式 然后我们在这里往下移 移到这里有一个高级接缝位置 默认的接缝位置是最近的 我们将它选择到后面 然后我们再来点击切片 切片完成 我们移动到模型的背后 我们放大这个模型 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层接缝 这时候我们打印的时候 所产生的接缝将全部移动到模型的背后 然后我们模型正面就不会有接缝的存在 同时Pelusa切片软件 这里也有一个绘制接缝的功能 当我们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可以将有需要接缝的位置 给它画上这条线 我们的接缝将会产生在这个线的位置上 这一个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功能了 个人觉得直接在打印设置里面 将接缝位置改到背后会更加的合适 来看一下我们设置了接缝之后的效果 可以看到模型表面就非常的光滑 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斑点了 我们来两个放一起对比一下 这种斑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到整个壁上都有 而现在这边就特别的光滑 这就是接缝的设置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接缝背后的痕迹 我们移动到模型的后面 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条接缝的线了 这里也有顶部区域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如果您不是打印这种圆柱类型的模型 尽量不要使用后面的接缝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模型 这个接缝将更加的明显 但是其他位置就没有接缝了 就会更加的光滑 本视频所有用到的这两个图纸 我都会放到评论区 大家也可以自行来打印测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